大家好,我是石涛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涛哥砍电影当中 谈到了柴静的穷顶之下 这个片是我们在涛哥砍电影当中 唯一触及到的一个纪录片 那穷顶之下 柴静用了非常专业 直接,非常到位的手法 去阐述描绘了 在中国社会环境当中 影响巨大的 影响着每一个人的雾霾事件 但是影片在我的眼睛当中 我认为它有着非常强的目的性 和非常强的局限性 而这个影片拿出来 在整个全球的范围之内 特别是在中国 是一种创纪录的东西 是一种创纪录的概念 它的创纪录的原因 正是在某些背景之下 产生的 我个人觉得 在某些背景之下产生的 那影片里所揭示的内容的 那种详细的程度和对比的手法 是专业的 那得出的结果 却受着这个社会制度的某些力量的限制 柴经自己也拥有着自己无可奈何 或者是自己某些愿意的一种情感的背景的感受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说法 那影片本身呢 在涛哥看电影当中呢 跟大家分享了好几集 我从不同的角度 从人性不同的理念的角度 跟大家分享 我个人看过柴经的影片之后 穷顶之下之后 我个人的看法 如果要想收看这期节目 那你就在YouTube上 或者是Google上 打进涛哥看电影 你就可以看到了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天津大爆炸 我们做了太多期节目了 那其实在节目当中 我们强调一点 就是最初爆炸时的 真正的起因是什么 一直在被掩盖 被什么探讨着 瑞海物流的背后老板是谁 掩盖了真实的原因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 在我的感觉当中 真的是有阴谋论 瑞海物流的背后 甭管他是多大的老板 谁没把他点着火 就那么回事 这是我在节目当中 一直讲的 你说 谁不底下挣钱 谁不额外发财啊 不底下挣钱 不额外发财 那能过日子吗 这是我一再说 这个制度 它本身不是问题 因为这个制度是问题 在这个大的党的制度下 出现这种状况是正常的 它跟共产党的体制 是吻合在一起的 总有那些居心不良的人 去讨论这些东西 去掩盖真实的原因 真的 这个在我 你别看他 他质地有声 我们要抓贪官 要打老虎 我跟你说就是他 什么呀 听得白过就是他 但是事情出来之后 有一种另外的怪的现象 就是中共最上层没有声音 而且在某些媒体 网上朋友也评论说 为什么有的媒体在处理上 好像还敢说话了 因为包括这个焦点访谈 都提到说 这个神经性毒气问题 对吧 提到这个问题 这是他讲的 报了表了 这是在原来 其实不太能够想象 去这么讲 另外一个就是 他对后面的影响的问题 那也就 我前两期节目当中 提到阴谋论的问题 在我个人感觉 现在越来越彰显出 天津爆炸背后的政治因素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这种政治因素 你与其说叫天津爆炸 你不如说叫中南海爆炸 应该是在昨天晚上了 BBC竟然采访到一个 从现场跑出来的救火队员 现场的救火队员 有照片 有声音 那就显得不一样 而BBC采访的报道 是这么说的 受伤的消防员 谈天津爆炸的现场经历 BBC记者在医院 找到了一位 当时在现场 被炸伤的消防队员 天津港消防队 四中队通讯班班长全力 他回忆了当时 火灾出起时的情形 这就是我跟大家说的 其实中共最上层 一定围绕着这件事情了 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波杀 他们在找原因 真正的原因 如果他们不去找真正的原因的话 不会让BBC的记者得手的 全力 2009年6月份参加消防队 手下有几个通讯兵 平时一起参加专业技术和体能训练 一起检查消防栓 道路 水源 接到火警时 带领消防车去现场 找火源 一个很有经验的老的消防队员 接受BBC记者采访时 首先说 以往发生火灾时 消防队通常问清 燃烧物是什么 然后决定如何灭火 这次不一样 谁都不知道是什么着火 要命的就在这儿 完蛋的也在这儿 谁都不知道 是什么着的火 所以他的一个不知道 就把这黑幕揭开了 而他作为现场被救出来的 最初进入火区的防火队员 能够接受BBC采访 这是第二个要点 全力的妻子张素梅 是消防队的吹水源 去年进入消防队的 在12号的爆炸中遇难 10月份应该是他和妻子结婚的三周年 全力和他的队友一样都是合同制的消防员 不在正式编制内 但他认为自己和队友们的专业相比 比编制内的并不差 那这个专访就这么长 后面主要谈了 全力自己对编制外跟编制内的角度的看法 他也就讲说作为消防队员 我能救人就行了 作为消防队员 我能救人就行了 我家没了 老婆也死了 浑身一身伤 这就是今天的权利 所以我刚才提出质疑了 在这个背景之下 BBC竟然能够采访到他 这是特别的 而他被采访时 最主要的就这么一句话 往常救火时 是什么东西烧起来了 他知道 但这一次他们不知道 谁让他们不知道 谁不想让他们知道 谁造成他们不知道 从而让他们把浇水的过程中 浇了氢化钠 杀了他们 这可不是海瑞物流 能够承担的启发 这就能解答 为什么是北京军区的参谋长 来主持记者会 这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天津市委的人 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说 因为都不许他们说 因为他们根本就什么都不知道 那最后面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东方日报今天的报道 神经毒气 漫天经 这写的有点令人瞠目结舌 害怕 他讲说 内地官方电视 已经在昨天披露出 在爆炸现场测出了氢化钠 这是指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 而氢化钠和衍生出来的神经毒气 可以造成人心脏 促停而死 那因为持续在下雨 从头七这天就下雨 然后到第八天也在下雨 所以造成了地表出现了异常的白炮 但是官方否认发现了毒气 或者与白炮有关 这是某些人猜测 但是联合国人权专家组织批评 天经官方对有关事情本身的透明度不足 而死亡人数增加到128人 那有没有神经毒气 有没有这个有没有哪 记者 现场记者在采访时 已经有他们自身的切身感受 而天经市环保局的总工程师 叫做包经岭回应说 检测神经性病毒 一般是由军事部门负责 环保部门不清楚 这话说的有道理了 神经毒气氮到底有多大的杀伤力 那东方日报讲 天经泄入出来的氢化钠 在遇到水或者遇到碱的时候 都可以产生神经性毒气 而人体一旦吸入神经性毒气 就会在神经细胞产生作用 使体内的霉失去活性 造成呼吸道系统和心脏的骤停而猝死 目前被外界了解最多的神经性毒气 就是沙林毒气 透过皮肤或者呼吸道 可以侵入到人体之内 通过阻碍神经系统造成了麻痹呼吸系统肌肉 窒息而死 那这些到底在天经有多大的影响力呢 到底影响到天经有多大氛围呢 其实我还是说那句话 李克强到了现场 站在高架桥上高架路上 远远的看过之后就走了 到现在 所有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的人没人露面 你说有多大影响力 那现在有人们已经开始探讨相关的损失了 BBC报道讲 保险赔偿数额可能远远超过官方预估 瑞士一家银行 瑞士信贷集团 根据中共官方披露的损失情况估计 赔偿金额应该在10亿到15亿美元之间 但是汇域评级机构警告说 实际的赔偿可能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爆炸除了对附近的机构和居民造成个人损失外 一些当地的公司企业的财产也遭受损失 生产受到影响 所以爆炸索赔可能涉及到一些经济表现所造成的影响 那天津官方 一个女人下跪要求政府回购房屋 毒气遍布这个地区 每一个人的生命将受到 你在那多待一分钟就多受一分钟伤害 在任何西方的正常的社会当中 如果遇到这种事情 政府首先要把这些受灾的人安置到安全的地方 不可能在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中 已经明确测出氢化钠和神经性毒气 它的指标爆表 测试仪表已经顶到头了 在这个背景之下 这些人还在那抗议 为了要回房子前 而不估计自己的生命 这是很难想象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